我所用的經文就是 《馬太十一章28-30節》 大家可能都會念你不懂 拿一本《聖經》出來一齊讀 凡勞苦丹重淡的人 可以盜我這裏我 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我心裏柔和謙卑 你們當負我的鴨 學我的養息 這樣你們心裏就必得享安息 因為我的騙是容易的 我的淡錢是輕賜的 很多人說我聽我們講的經文很多次 不過我又告訴你 裡面是很豐富的 為甚麼豐富呢 因為神的屬性是很豐富的 大家有沒有認識一些很輕鬆的人 很開心的 經常笑很正面的 你和他一起相處的時候 你有沒有覺得開心 你會覺得開心 還有你看到一個 我很慘 我又不開心 我又有甚麼煩惱 他每次都說很慘 這樣的人是否有很大的分別 原來一個人是有影響力 不過人的影響力是有限的 為甚麼影響力呢 你只能看到他真的很好笑容 很生猛 輕輕鬆鬆的說話 令你一種外面的開心 但是神的特質呢 就是他不只是令你外面開心 他能夠將他的聖情傳遞給你 應該是神的特色 曾經有人上過天堂 其實很多人上過天堂 你上網看了很多的 你找Haven 你加上Jesus 或者Christian 因為有些異教 他都說他們有那些經歷 不過他們的經歷 例如梁謙成 他講到 他未信主之前 他打造 看到觀音和菩薩 他覺得很好 但他又覺得 沒有那麼容易 但後來一信耶穌 那些觀音和菩薩 就變成邪靈 他就顯出他的憎念 所以有些人 他們擺上去 他們以為他們見到他 是天堂 其實他們不是 但你見到很少的 其他經歷的人 宗教的人 是很少講到他們的天堂 經歷的人 很多很多 他就算有那些 看到觀音 其實他們是邪靈的 我回到他們見到耶穌 其中一個經歷 我很深刻印象的 那個人叫 Ian McCormick 他是做牧師 但他以前是一個 Playboy 是一個 經常玩 又玩女人 又做過不好的事情 但他有一次去游泳 這個影片 如果你想要 我也可以給你 有一個有中文字幕 他是講英文的 他就去 同一班人去玩美水 是跟兩個人一起 但美水的時候 他就遇到一種最毒的 全世界第二毒的生物 就是 Box Jellyfish 是 一種 一種 方形的水母 方形的水母 是全世界第二毒 一次被他釘到一次 就已經會死 但他是被他釘到五次 那他就上岸 然後呢 他上岸的時候 就是他 他就上岸 然後又要找另一個 所以就沒有理他 就丟了他 他就躺在那裡 他就躺在那裡 直接好像想死一樣 然後 然後他聽到聲音 那如果現在 你現在 睡著了 你就不會醒 啊 誰說話 沒有人說話 然後他很累 很累 他又再想睡覺 一想睡覺 又是另一個聲音出來 如果你還是睡著 你就不會再醒 然後他聽到他就起床 但起床 走得很辛苦 因為他的腳是癱瘓 因為他已經開始被毒癱瘓 一直走得很辛苦 走到他見到的士 你知道游泳 游泳沒有錢 身上只有泳褲哪有錢 他就問那個人 你可不可以載我去醫院 他說你有沒有錢 沒有錢 不載你去 他聽到聲音 我跟他說 Would you kneel for your life 你會否為你的生命而跪下 他就跪下求那個人 請求你救我 那個人就把他載去 但他就不是載去醫院 他就載去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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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載去醫院 把醫院推出醫院 把醫院推出醫院 就走了 那麼 去醫院 他又求那些人 那些人又不肯幫他 後來他就 有一個人願意幫他 救傷車 在救傷車的時候 很奇妙的事發生 他就開始看見異象 他媽媽 他媽媽跟他說 當你有危難的時候 你祈禱 他就在那時候 祈禱 怎麼祈禱 他問怎麼祈禱 神就被他看到 看到第一句是甚麼 免我不得債 而我不要人得債 他說我很容易遙數人 我沒有遙數人 然後他就見到的士司機的樣子 他說為甚麼他在那裡 他又不肯載我 他又對我不好 然後第二個 酒店有個中國人打麻將 就不肯幫他 又出現那個打麻將 他又說 為甚麼他出現 他又不肯幫我 然後他知道 神要我遙數他 你說遙數 為甚麼兩個人這麼生氣呢 然後神就把主督文一句句 帶領他去悔改信主 然後他去醫院 真的去到醫院 醫生打了針 他說 你現在要撐著 你不可以欺負人眼 你不可以睡覺 那他就說 我欺負一欺 我欺負 我就會再開眼 因為他實在太眼睡了 他一欺負 一聲 他說 為甚麼要撐著呢 為甚麼要站在那裡 為甚麼要站在那裡 為甚麼要摸一下 那張床不在那裡 那張牆又不在那裡 為甚麼要去那裡 然後他說去那裡 然後有聲音說 Hello 地獄 就是摸鬼話給你看 他在地獄 但在地獄 然後有個光 將他接上去 他飛上去 就看到耶穌 看到光才入 然後看到耶穌 耶穌就跟他講 他說 他說 你想要留在那裡 那麼他就看到耶穌 有些波浪湧過來 他就當波浪湧過來的時候 他以為 耶穌要將他打回地獄 因為他真的是很差很差 到最後的時候 在救傷車那裡 他才有這個祈禱 他就以為他將他打回地獄 怎知道 當波浪一來的時候 他講回來的時候 他自己都哭 為甚麼 他講的時候 我看他的樣子 可能五十歲 但他以前是二十多歲的年輕人 可能二三十年之後 他講回這件事 他說 沒有人能夠準備好見耶穌 意思是甚麼 耶穌的愛湧過來 他一湧過來 他就哭 直接感動到不得了 他以為他打他 就回到地獄 但波浪湧過來 是神的愛 他就很感動 當時我看了我都很感動 我也都被當時我們教會的人看 他們都很感動 我很喜歡 我很喜歡神的愛 神的本性就是愛和喜樂 平安、興省、聖結、光明 全部都是好的事 祝福人、慷慨 是記得所有為他而做的事 記得所有人愛他的心 神就是一個這麼好的神 而神裡面 祂發出的那種平安、喜樂和愛 是世界上沒有的 是我們去到天堂會有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珍惜 你現在有的機會 我們又能夠去愛神 去親近神 去侍奉神 是一個很大的禮物 我希望大家都能夠珍惜這個禮物 真的走神的路 有一天去到天堂 神就很喜歡你 很喜歡你 你真是我喜悅的兒女 有另一個人 他這個就是 因為我都看過好幾本書 這個是哪一本呢 好像是Nineteen Minutes in Heaven 總之他就去了天堂 他就走過生命河 他說你普通走到水 就是你的腳還腳 水還水 但是他走到生命河 那個河裡面 有些愛和喜樂湧進來 一走 嘩 好 充滿愛 嘩 好開心 一走 嘩 嘩 這是另一個人的形容 神的屬性是可以經歷的 所以神給我這個法洋神屬性 廣道法和殘經法 就是從聖經我們看到 聖經我們看到 聖經我們看到聖靈 將神的愛囂灌 即是祂能夠將祂的愛 祂的屬性 淋入來 我們人是不能做到這件事的 就像有人怎樣愛你 你最多的心感動 你不會覺得有種波浪 他在說愛你的時候 那些愛來到我身上 人是不能做到這件事 但是神就做得到的 這個也是我親身經歷 當安卡羅為我按手祈禱 立即神的愛湧流 也有很多次我一想耶穌 耶穌啊 耶穌耶穌 他們起落同愛 又湧入我裡面 神真的很真實 很真實 祂的屬性可以來到我身上 所以這個經文所說的就是 我心裡柔和謙卑 還有我騙是容易 我淡是輕盛 耶穌能夠說這句話 不是普通人能夠說的 因為普通人 不能夠有這種屬性 普通人能夠說 勞苦丹重大 沒有人來我這裡 我可以叫你得安息 因為神的屬性 是輕鬆自由 其實神要做的很多 祂有很多事做 為什麼有很多事做呢 祂只是做一個人 也有很多事做 你每天遇見的事 每天發生什麼事 什麼事 他都有作為 何況全世界這麼多人 還有這個世界宇宙 這麼多星球 這麼多萬物 還有一些蝴蝶 啊 啊 飛鳥啊 什麼神都照顧的 真是亡到不得了 但是神呢 祂處理到這麼 第一祂有能力處理 第二祂處理得來 是很輕鬆的 這是我們很難想像的 我們同時做幾件事 是會很急的 也都我們沒有能力 真的同時想幾件事 但是神能夠同時做億萬兩事 但是祂亦都全然輕散 其實 有很多人說一個經歷 就是祂離開 祂死了 但是後來救回來 祂靈魂一出竅 那立刻的經歷是什麼呢 嘩 嘩 好像會飛 哇 不只是飄飄飛 所以是沒有了那些煩惱 譬如有些痛 有些煩惱 一靈魂一出來 一死 立刻整個人都鬆了 然後呢 他又見到耶穌 然後後來回來 他又說回 哇 那種輕散 因為神就是這麼輕散 因為我們有罪性 所以背著很重 世人都犯了罪 規決神的榮耀 所以我們裡面是很重的 但是呢 神是充滿榮耀 充滿 慈愛 充滿喜樂 而祂的喜樂 是可以經歷的 所以我們祈禱的時候 我們大家都經歷到神的同在 我們就說 神真是好流 那我自己因為經歷很多事 都幫很多人祈禱 真的那些經歷是非常之強烈的 我試過一次在一個聚會 那時候我去非洲 我說誰願意出來示範 自我周時都是這樣 有一個女生出來示範 一奇老人 哇 又喜樂 又開心 接著呢 又感動又哭 又喜樂 很開心 也都我試過在另外一個地方 宿教的時候 有一個人笑得不得了 接著呢 又哭得很厲害 又喜樂 因為神的喜樂 和神的愛都來到他身上 他又悔改 就是神真的可以來到我們身上 這是一個很大的禮物 如果一個人 一個好人來到我們面前 我們都覺得很好的 但是神 全能的神 帶著他的恩典前愛 來到我們身上是好的 所以耶穌說 我心裡又和謙卑 我很溫柔 我很謙卑來服侍你 你可以放心 所以你什麼無負擔重擔 你離開那裡 我就可以叫你得分析 神也都會衝破困難 我們當中有些人 現在面對一些困難 我自己都試過很多困難 神是很特別的 神是用最適合的時間 其中一段時間 我在外國 那時候 因為我第一個太太已經認識奴歸主了 他適應不到香港 我回到去是很難 因為我經歷聖年之後 傳統教會排斥 我不可以在我那裡侍奉 其實那個教會 是很需要人侍奉的 但是因為我經歷聖年 所以他來不排斥 那我就求神去開路 神真是開路 其中一次很特別的 就是當時我在一個教會 幫著一個牧師 但是他只是給我一些錢 也他說是短期的 但是有一天他跟我說 有一個牧師請他去一個刑會 他是想去兩次講道 他說我去不了兩次 你去一次好嗎 我說好 那我就去一次 那去的時候 那個牧師跟我說 其實我不是請他來講道兩次 我只是請他來一次講道 另外一次只是來參加 但是他誤會了 他說你來了那篇 你給你分享 那我又分享 而當時陳重輝牧師在那裡 就是愛修員的 因為我們是大家認識的 完了聚會之後 大家聊天 我就說 因為我們以前 我們兩個都在傳統教會 我就告訴他 我如何經歷聖靈 還有我回到來之後 我現在找不到侍奉的崗位 他就寫下我的電話 我就寫下他的電話 接著他就走了 他走了之後 第二天就收電話了 他電話 陳重輝牧師說 你想找一個侍奉的崗位 我們教會有興趣 那就約外見 這件事 你說真的考核 其實沒理由這麼考核 就是這個牧師被人請了兩次 而剛剛那次陳重輝牧師在那裡 他不是每次在那裡 是那天在那裡 那天請了他來講道 而剛剛那次我就來 剛剛就是那個牧師 他兩次 他也沒有去選一次 他就選了那次 剛剛就是那次陳重輝牧師在那裡 剛才陳重輝牧師 因為他才是一個牧師 是一個律師 這個律師幫他做法律的事 然後他幫完他之後 陳重輝牧師就問他 有什麼我幫得了你 他說 我現在想找一個牧師 哦 剛剛我 剛剛見到一個牧師 立刻就送給我 這個真是神的幫助 這些大家可能覺得 是否考核呢 這個是神特別的安排 因為神有能力 所以神叫我們平安興省 勞虎丹重輝來那裡 不單止是他來到同在的興省 亦都是他真的會幫你的問題 但這個幫助有時候 不是馬上的 你可能要等 但你等的時候 你堅決倚靠神 先求神的國和他的義 一切就加給你 神又為了開路 其實我在這段時間 那段時間等候 真是學習等候 為什麼呢 最初那個牧師 容許我幾個月 接著我去了這個教堂的牧師 這個教堂牧師 他有個心態 他說 你是經歷聖靈 你可以幫我教會經歷聖靈 我可以 我可以為他祈禱 幫助他們 當然看他回應 過了幾個月 他說 現在是否可以做聖靈 我還未到 他們未得 因為他們很多都是很難度的基督徒 但是我建立了一群學生 我建立了一群的學生 開設了一個學生的團體 但是因為他們這個教會 奉獻是很低很低 是差不多完全靠這個牧師 本身的人工來支持 即是他的人工 他作為律師 他的人工來支持 所以過了一年之後 他就沒有錢了 我現在說這些事情 是怎樣 我是幫助大家 有些人在處境困難 但是神的開路 好了 現在快結束了 最初那個牧師 在教會幫他 他就告訴我 你可以去讀院務課程 你讀的時候有工 你讀完你找工 又有工 我說好 我就去申請 申請的時候 他說你遲到 你遲了 你等下一年 我說等下一年不行 因為那時候 還有幾個月才到九月 九月開始 還有幾個月 即是有一年半的時間 我說不行 但我不行都沒有辦法 他告訴我們 平均是有200人排隊的 我以前不知道 後來告訴我 我加了申請表 一直沒有反應 但最後那個星期 忽然間 有人打電話給我 你有興趣做這份工 我說好 去學 有一個人退出了 然後找我 而我又分享 他問我你的屬靈經歷 我的屬靈經歷 我的經歷是聖靈 經歷神的愛 其實他們最忽忌的 為甚麼 他們那些異目 是不准傳呼聲的 如果一個人這麼認真 哇 耶穌這麼真 這麼熱切 是真的很難傳呼聲的 但他們是不准傳呼聲的 但他一樣照找我 這個真是 其實他整個身證表 為甚麼他找我那張呢 真是神感動他找的 現在很奇妙 其實我一直講 很多奇妙故事給大家看 我一年讀完 那要找工作 即是要找那份工作 那時候我就想到 當時有一個華人的醫院 在外國那裡 但我呢 因為趕忙 想到最後那10天 我才打電話去 我就問他們 我說你們教醫院有沒有軟木 如果沒有 我可以來做軟木 就是問那個接待的 聽電話的 他說我們有軟木的 可以跟他聊天 我說好 跟他聊天 接他 他說 他告訴我 他說我還有10天就走了 我說你可不可以 給他聯絡我 我跟上司聊天 他說好 我跟上司聊天 立刻就請了我 真的 我早些 他又會怎樣呢 早些他又未走 他沒有心走 遲些他可能會找到別人 其實是有另一個軟木 另一個軟木 他不是很喜歡我的 為什麼呢 他知道我是很認真對耶穌 他覺得這樣是不太好 但未到他之前 這個軟木要走的 就已經告訴我 即是通了水 好像裡面有人幫我 但其實沒有人 我不會他 這樣就為我開路 我想說 我們不可能的情況 神就會開路 直到後來我準備回來香港 很奇妙 其實因為我是基督徒 尤其是一個地方 有些人是不喜歡的 那時候 臨到我就走的時候 他跟我說 有些人都不想你留在這裏 你會不會走 我下個月就走了 剛才我想走的時候 他就是神了 時間到了 這個時候就走 但之前那幾年 就是被我能夠在那裏 一方面我是做軟木 一方面我是開教會的 我想說 就是我們無論什麼困難 因為這個神 第一他有能力 他會感動我們 釋放他 第二他有能力幫助我們的問題 所以你現在有問題 你有神 求你顯神跡 讓我看到你的作為 真是去回應你 我說另一個經歷 有一個女生 她想我去幫她 因為她講英文不太好 她就說 我想你去一個政府部門幫我 因為我昨天填了一個表格 就填錯了 我今天要拿去改 你可不可以跟我去 我說你自己有沒有把握做 沒有 但是我說 因為我在當時教堂 有做一些教壇琴 有教英文 例如傳呼吸的 我說 讓我要早些緣 但我也要晚些才行 到張敏道的時候 我就離開了 那時五點都三明 那裏 我應該是達八去到那裏 已經預料了幾個字 但一去到 那個接代處人 他走了 我一走了 我一走了 沒辦法 當時我認識了 另一個人跟他聊了幾句 然後就走了 但一走的時候 然後帶我去那個女生 就說 剛剛門開出來的就是 那我立刻就跟他說 然後就搞定了這件事 我還沒去之前 已經跟這個人說 我說 你有沒有把握他 沒有 我們祈禱 如果將來成就的時候 你不要說是偶然 是神的作為 那你真的 我就說 我們在那裏停留一分鐘 那一分鐘 他就出現了 如果他不出現 那個接代處人說 他走了 那就當走了 但是 在那一分鐘 就解決了問題 我想說 如果我們走神的路 我們的神跡 是會多到不得了 真的 因為神是有能力 所以我們可以放鬆 完全的放鬆 完全的 將一切的事交通 給神 神是一定的開路 我也都試過 差不多撞車 這個是我過錯先的 因為我想爬頭 爬頭 爬頭的車又跟我一起加速 其實對面的車來到 為何很快 這麼快到了 已經差不多到 又縮不下去 又縮不下去 直接看著他 就快撞 那我就說 耶穌說 我不知道這麼快要來你那裏 為什麽知道 到最後 真的有位 明明沒有位 為什麽會有位 鑽得出去 這些都是我 在一生中 經歷過很多 亦都有一次 在高速公路那裏 走高速 忽然間路面 那時是晚上 不在香港 忽然間有兵 是看不到的 整條路都沒有雪 但那邊有兵 馬上車轉 由一條 躲到另一條 躲到中間 分隔 隔一邊 我們都兩條 隔隔 隔一間 倒回轉那裏 接著有一個大火車 從而湧過 我真的說 如果我稍微 遲些 就是即刻離開 立即去天堂 但是神就會 用這樣的時間 其實那個車 他應該看見我轉 他看見我轉 的時候 他便吃了 亦雙快速 如果沒有踩 就已經上我了 但他踩一下 可能便會 容許我們這個時間 我只是想说 我们真的一切的烦恼重担 都可以相信神会帮我们 一切的事交托给神 也就是必成全的 祂真的很有能力 你先求祂的角度 关心祂的角度 想更多人相信耶稣 给耶稣在我的心里做王 那就是祂的角度 做王的地方就是角度 你给耶稣做主 你就会发觉神即跟着神即跟着神即发生 我一生真的很多很多 譬如我本身很贫穷出身 但是神会给我有机会读到这么多书 是神的恩怜 是不可能的 还有学很多东西 现在学很多东西是大人这样学过的 但是神都给我学得很好的 这个我就想说 所以我们可以很轻松 烦恼苦担重担的 你背着什么重担都可以来到耶稣那里 耶稣叫你安息 那这个是第一种安息 就是说 你来到亲近神 你信革神 你会经历到平安 我们中间有些人今天都经历到平安 你就感谢神 多谢神 神这么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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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会帮你 有些人说 你信耶稣那些钱 天堂跌下来给你呢 但是神真的会 真的为我们开路的 未必是说 这些钱由天堂下来 而是真的神会供应的 譬如我自己 在我第一个太太离世的时候 钱是差不多用完了 但在那时候 忽然间 神就供应 实际是神职性的 其中一件事是很奇妙的 就是我们的同班同学 就有一个人 他自动问我 他说你想不想我们的同学可以帮帮你 他就跟那些人说 然后他们就捐了钱出来 就是我们同班的同学 我很感谢他们 就是在我困难的时候 神就预备 原来神就有这样的能力 第一就是 奴苦担重担 接着耶稣就介绍他自己 他说我是柔和谦卑 你不用担心的 我很柔和 我很谦卑 我来服侍你 我知道你的需要 我不会踩下你 神经有句说话 压伤的奴位 他不会截断 将残的灯火 他不会催灭 压伤的奴位 是没用的 奴位又不是木 又不能用来建筑 又真的用来做什么都不行 但是压伤的奴位 根本没有价值 但是神也不会将他截断 将残的灯火 即是就要熄 他也不会将他吹熄 神就是一个 这么连率人的仇 神是长官的 我怎知道他长官的 因为圣经的预言 讲完 真是应验完的 我稍微讲一些圣经的预言 很特别 因为我自己 我信耶稣的时候 我真的研究 我发现很多证据 所以我信得很真的 我一信耶稣 哇真的好 我一起床 真的好 真的有神 真的有天堂 因为我初来以为是没有的 就是以为死了就没有了 但我后来研究 其中一件事 就是圣经的预言 我讲一个预言 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 讲到耶稣几时来 几个方法讲过 第一就是69.7 483年 从出命令重建耶路撒冷 至基督出现的时候 有483年 这个真正是在以色拉记 那里讲到他们重建祥门 在开始的时候 其实尼希米是主要重建祥门 但是在以色拉当时 也开始有重建祥门 那时开始计算 至基督受洗的时候 刚刚就是69个层 然后在大书 就讲到第四个帝国 巴比伦 波斯 希腊 罗马 这个预言很特别 用个人像 巴比伦就是金头 马代波斯就是银空 很特别 因为空是有两个手臂 刚刚是马代波斯 这个国家 是有两个主要的民族 就是左右 然后希腊就是同复 希腊是合一的 然后到罗马 罗马就是腿 后来罗马分裂为东 罗马西 罗马帝国 真是左右 很特别的 用这个人像就是这样 第四个帝国 就是耶稣来的时候 另外圣经又说 耶稣来之后 耶路撒冷又毁灭 这个又是将时间定死的 因为圣经说明 耶稣是哪个后裔 就是大卫王的后裔 大卫的后裔 大卫的后裔 承受长子权 只有一个 就是一个乘一个 一个接一个 而知道耶路撒冷毁 之前只有一个 一个长子 耶路撒冷最后的长子 就是耶稣 他怎么知道 耶稣来之后 耶路撒冷毁灭呢 因为 犹太人很爱 他们的圣城 但是真是 他来之后 就是耶路撒冷毁灭 所以 圣经说的 真是应言 并有很奇妙的 就是这个圣殿的特别 因为这个圣殿曾经被毁的 然后后来就 犹太人回去重建了圣殿 但是重建到耶稣时已经几百年 已经残疚了 圣经说到 耶路撒冷毁灭 会忽然间在这个圣殿出现 但是这个残疚的圣殿呢 神就要去改造 神用的什么人呢 就是希律王 杀婴孩的希律王 他有感动 我去过以色列的圣殿 原来他有建不同的建筑物 其中一个就是 阿伯拉罕的墓 那个地方 宫建筑物都是他建的 另外就是这个圣殿 他就有这个感动 其实他是逼迫犹太人的 但是他居然想讨好他们 他就建了这个 就是将很重的石头 那些石头有多大 是几百吨 我也有这些照片 那些石头是怎样的 就是有些大构的 就是你想象一下 这里去到一半这么高 又去到这么长 一直去到那个墙那里这么长 一条这么大的石 又很厚的 几百吨重的 怎样将它升起 放在这个圣殿上高 真是很难很难 但是神就感动他 然后这个圣殿 在建的时候 耶稣出世了 稍微建得好 耶稣就来到圣殿了 然后耶稣被钉之后 在同一个世代 四十年 就是主要七十年 耶路上就毁灭 所以这个圣殿 好像为耶稣而设 真的那几十年 就是耶稣来的时间 起好 耶稣来 接着就毁灭 那些时间是 吞吞吞到不得了 然后接着 就是圣经的预言 他应验 当我看这些预言的时候 我真的看到神很真 神很真 他真的会帮人 他真的会 凡事祝福的 那我一信主 我就很听神的话 我就 譬如一要做工 我开始拾一奉献 我就 圣经说什么 我就做什么 神是说真的 我就把全福音给很多人听 我就 耶稣所说的 付耶稣的厄 同学耶稣的样式 他说 我的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付我的厄 就像牛监田的厄 就是我们 扶起耶稣 吩咐我们所做的事 和学耶稣的样式 学祂的生命 耶稣的生命是怎样的呢 是由和谦卑 很喜欢祝福人的 很爱神的 你学祂的生命 神就欢喜了 我很感谢神 这个我说的不是夸耀 而是我感谢神 不是我叛音 还有你们都可以的 有人上天堂 看到我的上次纪录冊 是纯都写着 是包金 又厚 写着我的爱子 由我的名字 我很感谢神 也有人在我讲道的时候 他收到的信息 就说 这个是我的爱子 你要听他的教导 我觉得很很特别的 神给我这个心 很想祝福人 而不是追求自己的益存 那我想告诉他们 你们都是这样的时候 你一样得福的 你会发觉你的生命 就一步一步得福 所以我鼓励大家 父耶稣很骗 就是耶稣吩咐你做的 你跟着去做 学耶稣的生命 这样你们心里 就必达享安息 你整个心就松了 有些人很想得释放 只想祈祷释放 但如果你的心 我愿意给耶稣 我愿意给耶稣 掌管我的生命 你就可以完全得释放 你想要完全释放 越肯越松 就是你愿意做耶稣 吩咐你做的事 学耶稣的生命 你就会愿意松 然后耶稣说 因为我欺骗是肉 而我淡子是衣服 有很多人说不是的 耶稣很难的 又要放下这些 又要放下那些 又不要打麻将 又不要贪钱 又不要什么 又不要看色情的东西 哇 很多人觉得很难 但是这些全是毒 是害我们的 当你走神那路 你会发觉容易 我也见过有些人 有些基督徒很辛苦 为何辛苦呢 因为他说我要搞定我家 我要搞定我工作 我要搞定经济 他觉得很难的 但是当我们走神的路 就很难的 真的天天轻松松 神为我预备 譬如这个地方 我告诉你怎么来的 为什么我会租到这个地方呢 而是神给我一个很好的价钱 就是我有一天 那时候神感动我 去到附近有个西营教会 就和他谈 谈了 发觉那个价钱不行 那时候我就很想开一些聚会 然后那里同办完完完后 这里还未完完后 这里迟一些 那我便说 不知道来到 见一下这里的牧师 会不会有机会 因为我认识他 他也请我讲到的 会不会有机会 可以用这里的 就是在那里想 这种意念 其实是神给我的 神给我的意念 然后我便回来 回来 还未完 我就站在后面 然后完完后 我就去見過牧師 我就說 我很想做一些聖年因高的聚會訓練人 如何侍奉神 他就說 挺好的 接著他跟那些執事說 那些執事就OK了 真的很神奇 神真的很特別 神也預備我們另一個地方 在荔枝角那裡 因為通常一個牧師很少有 另外的教會在做崇拜 為什麼呢 下午那個崇拜 如果別人喜歡就去下午的崇拜 很多教會是不願意的 而且他們很溫暖的 但這個牧師很特別 他很想祝福人 我說我不想你們的教員來我們那裡 我不想你們那些人離開你的教會 那你會怎樣回答 我說來也不要緊 他跟你學習也行 結果是沒有人來的 不過他的心很廣闊 他就想我祝福你們 祝福你們的教會能夠成立 我自己真的看到神是 是很恩待 他是真的開路的 是想都想不到的 所以你就可以說 他騙是容易 他淡自己輕殺 我都見過有些傳導人說 是否很難 很無力 那我就告訴他 其實神很疼你的 神關心你的 神知道你的需要 你一祈禱神就歡喜 你一祈禱有力量 有很多人聽 聽這個觀念 不是這樣 好像沒聽過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人覺得 信耶穌就是這樣 又要祈禱 又要看聖經 又不要犯罪 又不要罵人 又不要得罪人 很多事情要做 很多人覺得是難的 但是神給我的教導很簡單 聖經有說 神很疼我們 祂看著我們歡喜 在那裡笑 因我們歡欣喜樂 默而愛我們 且因我們喜樂而歡呼 西番雅書三章十七節 他開心得不得了 所以當我來一親的神 神很歡喜 一親的神 祂就來了 祂來的時候 更大臨載 基督徒其實是神在這裡 不過更大臨載 我們就會有平安喜樂 興省 啊 哈哈哈哈 立刻 其實我們中間也有一些人 已經開始 一愛神 立刻 喜樂就湧流 立刻 真的很興省 我就告訴很多傳統人 我說 我說 其實神的同在 是很容易祝福我們 而且神很喜歡 我說土神起越不難 你如果不難 你做得不好 你求主赦免 整個天堂為你歡喜 很簡單 就是我們一求主赦免 神就歡喜 然後我們愛神 神就很歡喜 你一愛神 神在CV9一篇說到 我就將祂放在高處 我要叫祂成為尊貴 神就很歡喜 我一釋放神 就算一杯涼水給一個小子 死人不來不得上次 神是很容易討祂起業的 但當然我們可以做多些 神是 譬如有些媽媽跟兒子說 你下次你拿到八十分 我獎你慢慢 都要八十分 但是神說一杯涼水 誰人都能做得到 神就是這麼特別的 祂是讓我們知道親近祂的容量 祂是這道離離不遠 祂是在這道的 你幫助就行 你信就行 不是很難很難的 你就是有罪 台主赦免 你一可以的仇 經常贊給神 感謝神 可以為神做甚麼 你就做甚麼 神就歡喜 祂就會祝福你整個生命 我真的發覺神凡事祝福 我已經六十六歲了 但那些人四十幾歲就問我 你不用戴眼鏡看那些細字 不用的 真的不用的 那些細小套的字 都可以看到 神真的是祝福 整個人又健康有力量 真是 這個就是行神的路的人 神是額外祝福的 譬如很多人 睡覺就睡不到 但神給我 可以一晚睡八個小時 原來走神的路是輕散的 因為耶穌的騙是容易 耶穌的淡子是輕散的 是好的 是輕鬆的 都會走神的路 你就不用想著走 當你想有甚麼辦法 基本上就是這樣 轉移目標 不要吃垃圾 轉移不要看著垃圾 人們都會看垃圾 這裡沒有垃圾桶 在門口的垃圾袋 你會拿垃圾 這樣一遷呢 不會的 但很多人經常會想哪個壞 哪個不好 很多困難 又搞不定 糟了 甚麼麻煩 會想很多這些問題 但這些問題越想越好 是不是越想越好 不是的 越想越煩 既然想了沒用 不過人就是這樣 是沒有這個智慧的 為甚麼呢 明明那樣沒有 是要想的 很多人都是這樣 不是想一會 是想幾十年 每天都想他真是壞 他真是壞 他真是不好 明明沒有用 為甚麼要想呢 明明是不應該煩這些東西 但是總是 哎呀人真是壞 人真是壞 就放手 應該就放手 但人就是背著 其實很多原因 人們沒有得到神的平安興散 第一就是沒有親近神 來到耶穌有安息 第二 沒有負耶穌 而欺騙 遵從耶穌的吩咐 侍奉他 以及學耶穌的生命 亦都好似耶穌那麼輕鬆 將一切從頭交給他 但人就喜歡想著垃圾 於是就經常被垃圾影響 從這個經文 我們看到神的屬性 真的很漂亮 祂是很輕鬆的神 祂是有能力幫人的神 祂雖然這麼趕 但祂完全整天都輕鬆得不斷 祂一來到你那裡 你立刻跟著就輕鬆 跟著又平安 跟著又有力量 神是一個很好的神 祂的屬性可以傳遞 祂的愛可以傳遞 我希望大家記得 垃圾不好吃 就經常想神 有些人想到聖經就覺得悶 但是呢 你用一個角度來 為甚麼呢 我又不喜歡讀書 為甚麼現在 我畢業了還要看聖經呢 以前我已經不喜歡讀書 現在畢業了 應該就放下一本書 但現在要看回聖經 第一 聖經是 真是最寶貴的書 它裏面的說話 就是這句 勞虎膽重大可以到祂那裡得到安息 你觸實這句話 你就可以得到安息 你知道有很多異教徒 他們本來不是認識耶穌 他們是在第二個宗教 他們有一些排斥基督教 但他有一天忽然間有一個感動 神啊到底你是誰 跟著他發夢見到耶穌 有一個牧師 有一個牧師去到另一個牧師 去到一個區域 就是很多異教 當有一個人 就是看到異象信耶穌 那個女人來得到很興奮 他不懂得聽她說 然後反應 我發夢見到耶穌 所以我相信耶穌 很指手刺腳 很興奮地說 結果牧師不太大反應 後來問他 他說我已經聽了幾百次 已經有幾百個人 一個牧師就聽了幾百次 你看看多多 神真的是造工 是有很多人 本來是很敵對耶穌 他居然就是神給他的異象 神真的是做好奇妙的工作 神是一個好奇妙的神 是一個慈愛的神 有能力的神 關心我們的神 他是關心 他照顧我們 一定會幫我們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 一直想著 神的屬性 你跟我一起說 神很輕鬆的 神很輕鬆的 神關心我的 神關心我的 神愛我的 神有能力幫我的 神有好願意幫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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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是時時跟我一起的 神已經知道了 神也知道了我的困難 神已經有計劃幫我的 神已經有方法幫我的 神已經有能力幫我的 我親近祂 信靠祂 遵从祂 神就将这一切彼此给我 神记得谁爱祂的 神记得谁遵从祂的 神很喜欢听那些遵从祂说的说话 遵从祂的人所说的说话 这个是在《马拉基书》三章十六节也说的 就是 神质以倾听 倾听那些 即是 敬畏耶华的人 他们说话的时候 神会倾听 并且有记录 念策 记录他们所做的事 神是很好的 祂记得神给我们 所以你经常都是这样的时候 这个日子就轻松 一想垃圾 立即想回神爱我 神帮我一定要出路 那你可能不是一下子 立即清雷 但是神给我的意念 你一日进步一个% 一百日就多少个% 一百% 所以呢 你终于稍微进步 感谢神 整天看正面 那就是今天轻松一点 今天祈祷轻松一点 今天祈祷轻松一点 你继续就可以了 当你夜日是这样 就会轻松 我告诉你 我也试过不轻松过 以前我是发恶梦人 因为家庭的父母分辨 然后家庭会骂 会打 然后我就开始发恶梦人 最严重一手 因为我那时候发恶梦 建了床 发觉自己站在里面 那我就大力打了床 而那时候不在香港 那些床是轻松的 一打下去 穿了个洞 那时候这么严重 但是神会依致我 释放我 而且我以前也试过 因为我这个人经常都想浪费时间 我洗碗是最没耐性的 我是想快点洗完 快点做事 因为我很多东西想写 那我洗的时候 心急就发觉心会硬着 大家会试过 心急 哎呀 死了 很多东西做 哎呀 快点快点 趕不及了 哎呀呀呀呀呀 会不会心有点不舒服呢 那我发觉 我就留意到 声明要提我 要处理 所以我就怎样 神会做事 我不用背光所有的东西 其中一样 别背光所有的东西 我就放松 在这一刻就轻松一下 享受神 阿里鲁亚 感谢耶稣 多谢天父 多谢天父 每天都感谢天父 那人就松了 即是任何负面的感觉 烦恼 激气 怒躁 急忙 什么不好的东西 都全部不要去想 想了怎么处理 就立刻放手了 有些东西是没得处理的 就放手了 然后接着就去想神的恩怨 如果你开始这样做 你就开始过来 真是神很大恩怨 那你也可以在祈祷的时候 怎么做呢 站在那里放松 一直说耶稣爱人 阿里鲁亚 放松前面 阿里鲁亚 可以一路叫耶稣 把那些重担吹出来 阿里鲁亚 阿里鲁亚 如果你睡不着 你起床 祈祷四个字 所有 四五个字 你会很快睡回 你会很快睡回 即是你个人会松 站在那里 多谢耶稣 多谢耶稣 你每天用长时间 神就会把你的重担释放 我希望第一 我们每一个服侍队 看到我们需要释放 因为我们 有时会背着这些担子 我们需要放下 所有重担释 我们整个人轻飘飘的 整天都轻飘飘 整天都轻飘飘 整天都轻松的 而每一个来到受座 都是在这个状况 那你就会得释放 有些人说 你问我我祈祷 我祈祷就释放 但他自己背着 有些人在那里 在那里皱着眉头 是很难释放的 但如果有祈祷 在那里想着神 就会得释放的 在这一阵 我们一起闭闭眼 站起来 因为我怕你闭闭眼 坐下就睡了 一路想着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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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绍我 安慰我 一路想着 금 char 一路将一些 någon자를吹起来 耶稣 爱我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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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fe for my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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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应拜祢 释放我的鼻 使我能及拜祢 释放我的鼻 使我能及拜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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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放我的鼻 来应拜祢 释放我的鼻 使我能及拜祢 释放我的鼻 使我能 BRE Thompson 释放我的鼻 释放我地鼻 释放我的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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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麽励住 有什麽重担 耶稣你一定会帮到我 Hallelujah 耶稣一定释放我 耶稣一定释放我 耶稣一定医治我 你将烦恶吹出来 Hallelujah 耶稣 耶稣 Oh my God, yes Lord Oh my God, go in here Oh my God, yes Lord Oh my God, yes Lord Oh my God, yes Lord Oh my God, go in here Yes Lord, I love you 所以没烦恶 需要留在这里 Yes Lord, I love you Oh my God, go in here Yes Lord, I love you Oh my God, go in here Oh my God, yes Lord Oh my God, yes Lord Oh my God, yes Lord Oh my God, go in here 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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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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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izi irst 耶稣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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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永远 这一刻你可以想起 有什么法不可恨 因为在神有没有难成的事 神预言了的都永远 在以前没有污染的 但以赛书已经一早说了 在门口的日子是有污染的 很多人都发觉 圣经将来的事讲得很清楚 让我们知道神的掌握一切 圣经的预言非常奇缘可畏 所以说神啊你真爱 你一定会帮到我 神你既然能够掌握世界 你都能够掌握我的生命 现在圣经说是已经写了天上的 你所定的日子 神啊你这些意料向我何等宝贵 奇数有众多 所以我要好好地休息 神啊你这些意料向我何等宝贵 主持人系统可畏 在他無尊的拜訟 我的心平穩安靜 真是心平穩安靜 看你一陣子 定個台又試 我的心平穩安靜 苦盞團光在你愛子 在他無尊的拜訟 我的心平穩安靜 野火花是我的無藉 我已不知他的分 那是我堂我再千祖地上 你我再看安靜水面 我一生一世必有 讓為之外最著我 我只要存在的荒花的天壯 尽其他的等 我永遠 我的心平穩安靜 我將天我開的海子 在他無尊的拜訟 所记忆心灵敏 耶稣你真好 希望我们每一个现在在认识 耶稣你真好 你真是完美 你真是爱我 你有能力 你有慈悲 你有怜悯 你是柔和谦卑 多谢耶稣 我就放下那些烦恶 不要紧要 又不死得的 哈哈哈哈 所有的烦恶都可以放下 吹它出来 H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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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enga Hum i Hum Mega 我全身仰望你 耶稣 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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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全身仰望你 多謝耶稣 多謝耶稣 喔耶稣 我全身仰望你 耶稣 我全身仰望你 耶稣 耶稣 我全身仰望你 耶稣 我全身仰望你 耶稣 我全身仰望你 耶稣 耶稣 我全身仰望你 耶稣 你跟耶稣說 耶稣 你真我愛 我奔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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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放你了 耶稣 你奔緊你 我奔緊你 我奔緊你 我永遠都不放你了 耶稣 你奔緊你 你是我的心靈 你在爱 好好的一切 我一生會見到好多神跡歧視 我会見到好多神的祝福 神的安慰 神的安慰 神的幫助 一生一世 多謝耶稣 感情耶稣 來奔緊你 耶稣 功夫 有没有人想分享一下 在这一阵祈祷的时候拿个麦克服给他 谁想分享一下 在这一阵祈祷的时候 觉得有没有松一点 轻松一点 享受 感动 可以分享 举手给他一个麦克服 多谢耶稣 在 你可以省着眼睛 省着耶稣才听到我 省着眼睛 省着眼睛 我省着耶稣的时候 因为我两个国陀很古 我就告诉神 我在这里 在这一阵祈祷的时候 你医我 松了很多 就已经是长了一点 因为我经历过 有人为我 有些先知 他看到我很累 他一跟我祈祷 立即松了 但是我自己还差一点 这边已经松了 右边已经松了 感谢神 放下重振愉松 我感受到圣灵很大的充满 好喜乐 好喜乐 整个人是在神的爱里面 去大大享受他的兴散 享受那种喜乐 他都很开心 好开心 好美族 好美族 有些不一定要更强才能分口 你少少都可以分口 鼓励其他人 好美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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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在公開出現 即有其他人的聚會 我有少少壓力 因為我是不知為何對這件事 其他人我接受了 笑我好像有少少覺得寬框 笑我覺得很怪 但剛才我就放鬆 就是由他放鬆 接著就真的笑了 我就覺得有特別的 其實笑是一個禮物來的 神給人可以笑 你回家當然笑一下 一個人開心很多